大家好,我是阿胖,今天分享一个白菜,特别好吃的做法 在处理白菜前,先准备一小段山药,大家都知道山药对身体特别好,所以要多吃一些 切成薄片后放入碗中,冷水上锅,开大火蒸15分钟 今天选用的是比较小一点的白菜,也叫娃娃菜 只要完整的椰子部分 山药蒸熟后,用叉子压成比较细腻的山药泥,放一边等着备用 水烧开,下入白菜,烫上10秒左右就可以,不要烫时间太长,太长的话容易烫烂 然后捞出,放在一边冷却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根大葱,切成葱花 先放入大碗中,再准备半根胡萝卜,切成末 今天比较馋,所以去超市又买了半斤五花肉 先把它切成块儿 然后使出洪荒之力,把它剁成肉泥 剁好之后才发现,原来肉好少啊 本来已经准备好的葱花和山药泥也只加了一半 接下来打入一颗鸡蛋,加入料酒 生抽,老抽上色,再加入13香,食用盐,鸡汁和蚝油 调味,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然后准备一些比较长一点的香菜梗,用刚烧好的开水烫一烫,把它们烫软就行 取出一片白菜叶子,把调好的肉馅放上来 再利用虎口,像这样把它捏合起来 最后用香菜梗,馋一下 一个非常可爱的造型就完成了 放入盘中 接下来水开上锅,开大火蒸10分钟左右 趁这个时间调个料汁 加入生抽,蚝油,再加入适量的清水调开 另起一锅,把胡萝卜,葱花,蒜末炒香 再倒入调好的料汁 把蒸白菜的水也倒进来 最后用水淀粉勾个芡 炒至冒泡就行了 再淋在百菜腐带上 这样做的百菜腐带,清淡爽口,不油腻 真的是好吃极了 第一层保留着白菜本身清脆的口感 第二层的肉丸又是非常的鲜嫩多汁 真的是健康营养 喜欢的话就赶紧试试吧 谢谢大家